我们刚才讲那么多 其实就是 我们在强调一个观念 就是佛陀想的这一切 如果我们单单只是看这个经文 我们会觉得 你只是研究它的道理 但是你知道它的道理之后 你没有办法运用 这个我发现到 常常都是这样 就是听了很多经文 这个道理 它也知道怎么解释 如果考试的话也可能考一百分 但是就是会写 会说 但是你会发现到 它即使考试考了一百分 但是就有点像说 我们去考驾照 这个路考 交通规则都知道 那么这个考场那个都考一百分 但是出来 他不会开车 因为出来有很多境界 这些境界跟考场里面那些 没有很多车来来去去 只有你一辆车在那边考 过S1怎么样 所以完全不一样 过桥要停 要怎么样 要转 那个只有你一辆车在考 那你现在在这边读这个经 听这个道理 没有状况你知道吗 只有你在那边读 好像就你一个人在那边开车 你可以考一百分嘛 那等一下那个车忽然过来 那个车过来 你变成不会开车了 那忽然间上档这个坡度太高了 又不是你考场里面的 那所以他基本上我发现到有一个问题 以前我们也是这样 以前我也是这样 所以说道理知道的很多 但是一旦境界来了 同样的问题引发同样的反应 受想师嘛 那同样的反应起同样的烦恼 同样的烦恼又造成同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有学佛之后还是这样 没有学佛是这样 学了佛他还是这样 那问题一样存在 一样没有解决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问题存在 而是那个苦依然是同样的 而且越来越深刻 只是学了佛稍微会克制 但是憋得更辛苦 大概就这样而已 那就是更觉得更无辜 更无奈 就是觉得我反击也不是 不反击也不是 我做也不对 我不做也不对 那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 那个苦一直存在 那越来越苦越来越苦 所以后来多数的人 都只能期待佛菩萨加持 念大悲咒 拜药师忏 那么反正就种种这些 因为这个不是我能解决的 就变成是这样 要仰赖佛菩萨解决 真是不是这样 所有的苦 我们刚才讲过 苦极灭到 你没有如实之而已 所以有没有如实之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生命中 一定存在着很多问题 尤其是身体的问题 尤其是身心的问题 就无孕 尤其是家人的问题 爸爸怎么样 妈妈怎么样 这个最多 兄弟姐妹怎么样 子女怎么样 这个最多 就是家人的问题 有时候自己的问题 还稍微可以忍耐一下 自己不会跟自己太过计较 那么别人的问题 就不知道 就是比如说 你为了爸爸妈妈好 那你觉得这样 对她谁家好 结果她不这样做 然后她坚持 她要自己她这样做 或是你对子女也一样 那我们就会产生痛苦 那么痛苦不是因为 我们看她痛苦而痛苦 不是 而是她一旦造成问题了 结果还是要我来收拾 那我又没那么多时间 我又没那么多金钱 但是你现在不听我的话 你到时候 我还是要来帮你解决 那么我们就会非常地痛苦 那么就会开始用很激烈的反应 因为我们要避免我们未来的苦 所以就会造成冲突 那么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以前我也是这样 老实讲 所以说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那我们有没有读阿含经 其实没有关系 为什么 他帮不上我 特别是读这个杂阿含 他也帮不上我 对不对 如果我读普门品 他还可以帮得上我 我回去求观音菩萨 是不是 我念普门品 每天送一卷普门品 回向给他 不行就送三卷 对不对 再不行再去参加事业拜个唱 那去读这个杂阿含经 我不知道怎么帮我 但是其实错了 你真的 你真的 佛陀就跟这些讲而已 其实你真的读杂阿含经 你会读 你会用 其实他真的能够帮上你 其实不万一就我们讲 就是苦极灭道 问题 问题的形成 形成问题的种种因缘 此故彼 此有故彼有 那么就是 你要依四地跟缘起 配合着看 那么你就会发现到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你慢慢就会发现到这些 那么你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这个其实不难养成 因为我们养成的就是 烦恼的习惯 无名的习惯 贪爱的习惯 执着的习惯 这个是我们已经习惯了 不用养就自然成了 像现在 我们必须要特别在培养 所以奴家就这样 纯心养性 你一定要保存的 这样的一种心 然后不断培养 不断培养 那这个养 这个养基本上 在阿安经里面 就叫做熏习 就不断不断寻习 这个寻习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运用你的思考 所以常常要独一尽处 专心思维 要如理思维就是这样 你听过来的佛法 你没有如理思维 你没有作用 没有作用 作用不大 就好像我们说很实际的 你今天读了三十七经 这一经 你只看到 你只看到 这个 你听完了你只会知道说 舍利佛跟苏罗那讲什么 苏罗那 苏罗那因为舍利佛这样 就是你只有一个概念 就是苏罗那因为舍利佛 而得到利益 但是你有没有 因为苏罗那跟舍利佛这部经得到利益 有没有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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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很实在的问题啊 那我们不用贪多了 我常常觉得读经不用读很多 但你要读很熟 但是读多会有帮助你读熟 因为它会通嘛 其实是这一部分 那我们变成读多了不熟反而乱 那是或者读多了熟了反而怎么样 反而不明白 就是不深入嘛 所以说我们说熟了就容易忽略了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你都知道 但是问题来了 你都不知道 所以你不会解决啊 所以不会解决从哪里看得出来 同样的问题不断在发生就表示 同样的问题不断在发生就表示 第一个你的解决方式有问题 那最重要的是 同样的问题引发你同样的反应 造成你同样的苦 那就表示什么 那就表示这个问题 你从来没有道 没有如实之苦 没有如实之苦疾 没有如实之苦灭之道 当然不能如实之苦灭啊 一定是这样子的嘛 不但你们要这样想 其实我也有时候常常 因为我也面临很多问题啊 我家里的问题 我自己的问题 道场的问题 外面居室的问题 道场一定会有居室的问题啊 居室跟居室之间 居室跟法师之间 法师跟法师之间 我跟居室之间 我跟法师之间 都会有问题啊 你以为没有问题啊 也会有问题啊 可是这些问题来的时候 你都怎么解决的 那解决方法有没有效 为什么有效 为什么没有效 那你用的方法 如实不如实 你知道的问题 如实不如实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慢慢 没有办法一开始就如实哦 没办法 没办法一开始就如实 就好像从来没看过兰花的 因为有些地方没有兰花 兰花是台湾比较多 没看过兰花的 他会问这是什么兰花 第一个他只知道 这个是兰花 但是有一些跟兰花很像的 不叫做兰花 有一些叫兰花的 跟这个差很多 比如说国兰跟蝴蝶兰 他就差很多 他都叫兰花 但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个性 蝴蝶兰是漂亮大朵 但是他不香 国兰是小颗不那么漂亮 但是他很香 那你如果一开始看到 这个叫兰花 你觉得都要这么漂亮 只要叫兰花 你就不把国兰叫兰花了 但是你一开始看那个国兰是兰花 你就觉得 要这么香才叫兰花 不是哦 那一样 我们对于法的概念 你要越来越熟悉 这个是兰花 这个叫做蝴蝶兰 或是这个叫做什么种的蝴蝶兰 那这一颗多少钱 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它花期延续多久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花期延续的久 这个你都如实之 那就不一样 你一颗买回来 就可以放很久 那你不会可能就是坏掉了 那久了之后 你还可以培养 明年还可以开 就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一个问题也是一样 你第一个看到的 就是一个问题 就像我们第一个看到的 就是这种花 你一定有一个认识 基于你过去的认识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还是跟以前一样 就是同样的问题 你同样的习惯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在大疗好了 大疗最容易发生问题的 就是常常说大疗出祖师 但是祖师出的不多 都是出阿修罗比较多 如果一百个出一个祖师 九十九个都是阿修罗 实际的问题 我不会骗你 真的 那一个没有成为阿修罗的 一定可以成为祖师 为什么 好 这个是很实在的问题 我不会骗你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没有如实之嘛 这个因为一群人在做事 而且大疗又忙 又热又闷 那么同一群人在做事 那么大家的意见不同 习惯不同 方式不同 那要怎么样和和 那么这当然是有一个问题的 但是每一个人都依照我见我爱 我认为这样 我以为这样 这样才比较好 那我再解决 那就会形成有很多问题 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如实之 能够都关缘起 那我告诉你 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不一样 或者是说 四个人一组里面 有三个人能够关 有一个人能够不关 不关不能如实之 那没关系 那这三个人可以影响这一个人 那如果只有一个人可以如实之 三个人不能如实之 这个如实之的人 才刚开始在培养如实之 后来就如实不之了 我告诉你 这真的是实在的问题 很实际的问题 为什么 他力量还没够 他就被影响被熏悉过去了 因为他内在还是有烦恼的 他现在只是在观如实之 后来就忍耐不住了 忍耐不住了 就会变成老梁跟你拼了 就变成这样 那这种习惯其实是我们 我们基本上 比如说我们就读这个阿罕节 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我们不是知道经的道理而已 没有 这些经不外乎是 让你关照你的身心 为什么要关照你的身心 你不是没有事在那边关照 无一无我 不是 因为他会苦啊 因为你有深苦跟辛苦的问题啊 你有苦 我们才需要去解决这个苦嘛 所以他苦即灭道是以苦为问题的根本 以解决苦 以解决苦的方法为关键 然后把苦灭掉了为究竟 没有苦不需要解决啊 关照个什么 没有苦要关照什么 没有不需要啊 那所以你一定这个苦绝对不是在你坐下来的时候关 哦 这个苦即灭道没有 苦是发苦是你的一种感受 发生在你现实当生活当中的嘛 那这些苦都是怎么来的 当然两种原因嘛 你当下起烦恼当下就苦嘛 那你之前起烦恼的现在留下后遗症嘛 人家给你受苦了嘛 这很简单就是这样而已啊 不是嘛 那你问题是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多次的人有共识 同行同愿 那这个问题就不大 就是大家有同样的方法 有共识 那知道要努力和合来解决这个问题 各自放弃心中的一些成见 就是去掉一些 不要说完全没有 去掉一些我见我爱 只去掉一部分就可以了 那么就是多一点利他的 就是我们合合起来把这件事情办好 就算没有办得那么圆满 没关系 问题是我跟你合合 彼此之间不起烦恼 我们在不起烦恼的状态下 把这件事情做好 做得那么没那么好都没关系 那么大家都认为要这样做才好 要这样做才好 每一个人都要做到最好 都要用各自的方法 结果这件事情就算做到最好 每一个人都带着烦恼 在做这件事情也不算好 这不是好啊 因为重点不是把这件事情做好 这件事情做好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是借这件事来修行除烦恼 不是把这件事做完了之后 那么大家起了很多烦恼 那这件事情就是挣扎烦恼的根源 那如果做这件事情会增长大家的烦恼 那这件事情应该不要做 应该不要做嘛 就好像吃这个东西会让大家拉肚子 这个东西不要吃 吃是为了什么 吃是为了吃了这个东西 大家做完 做完这个东西 比如说做蛋糕好了 把这件事情当做做蛋糕了 这个蛋糕做得很漂亮 很好吃 可是大家吃了拉肚子 那干脆不要做 对不对 那这个蛋糕做得没那么好吃 没那么漂亮 但是吃起来大家很健康很营养 那没关系 以及做得很漂亮 做得很香 很好吃 大家都把它吃完 大家吃完了拉肚子 倒不如做得没那么漂亮 没那么好吃 但是他吃完了身体都健康 这件事情做完了 大家都起烦恼 倒不如这件事情不要做 与其做一个法会 十个人八个人起烦恼 倒不如不要做这场法会 为什么 做法会是要除烦恼 除业障的 没有做法会 还没有真烦恼 真业障 做了法会 这个人也烦恼 那个人也烦恼 两个人本来好的 后来不好的 对不对 那多了很多业障 都没有消业障 都是真业障 都没有除烦恼 都是真烦恼 那做这个法会做什么 你想想 这个有没有道理 是啊 可是我们没有去想这个道理 我们为了把这个法会做好 为了把这个东西做好 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好 大家都真的 你死我活 大家吵得不可开交 都认为自己对 都认为你不可理喻 所有的人都不可理喻 那个时候应该停下来 先来看这个三十七经 现在全部停下来 大家来读 扎喊三十七经 或是 或是把如正法师那天讲的 再重新听一遍 我告诉你 就是我们很习惯这样 其实我以前也这样 老实讲 但是后来 毕竟读经 你思维是有效的 你慢慢慢慢 还是遇见问题 但是问题你不再这么看 你看的不是 你看的是问题的根本 不是看问题的表面 你看的是到底实在 就好像你做这样法会 大家为什么要做法会 要修功德的 很简单 普门评也是这么说 大家为什么要入大海 求取七宝 七宝就是七圣财 要做这个功德的 但是 七宝没有达到 就变成阿修了 堕入罗刹鬼 为什么 罗刹鬼就是阿修罗 就是大家都起称称心了 彼此在那边 为了功德 为了圆满 为了殊胜 搞得大家不圆满 不殊胜 没有功德 你看不是这样吗 所以我就说过 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那么因为写论文嘛 要写来辩论嘛 为了一个慈悲是怎么样子 大家在那边吵得很厉害 那你的论文题目是慈悲 结果大家都变得很不慈悲 我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 大家在讨论怎么样才可以慈悲 结果 因为意见不同嘛 被讲的人很不高兴 然后 反正就是类似像这样 可是 现在论文的题目是怎么样修慈悲 但是 方法理论大家坚持的不一样啊 哇 那这边也是 大家起称了一些 也没有去看到 现在讨论的是慈悲 那这种我就会觉得 咦 我们学习佛法也都是这样 都是在这个关键上过不缺 所以 欠缺思维 欠缺如实之人 就是我们都是在表象上 做一个蛋糕 大家坚持要把它做 做漂亮 做好吃 这样才最省钱 最好吃 大家才会吃完 可是 吃了洛拉肚子有什么用 没有用啊 倒不如不要吃 真的 所以 我常常就是觉得说 我与其叫人家去做事 想起烦恼 不如你在那边不起烦恼 我来做就好 我常常会觉得这样 但是当然大家在一起也不能这样 就是说 我们要用群体 就是大家 多数的人有如实之 去影响少数的人 慢慢慢慢把它带上来 不是多数的人自以为厉害 去批评少数人 认为你做不好 少数的人又觉得 你这些多数的人 或是你特定有能力的人 要霸凌我 那这个就问题一直形成啊 道场也是这样 家庭也是这样 职场也是这样 我告诉你 世间就是这样子的 即使是沙门婆罗门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佛祖才会讲 我不与世间争 不是这样 世间予我争 我只是讲道理 那讲不懂 讲不听 讲 就没办法 我自己预寻我的道理 你不预寻 那是我能力还不足 没有办法射受你吗 或是你跟我没有缘吗 那就我们以后创造这个因缘 那现在我不会因为你跟我争 我就跟你争吗 不会嘛 那么就好像说 我当时也觉得应该要这样做 但是他就不要这样 他不要这样做 结果做错了 那我们就说好 那他现在还没有办法知道 就给他做错也没关系 就让他做错 问题是要让他知道他自己错 那这样就没关系 这个错就是值得的 让他知道错了 他一定要精力才知道是错的嘛 就让他错没关系 你不一定要说一定要对 那给他错了 可以避免他下次犯错 那重点是让他知错 那你一定要照你的方式才是对的 你赢了 结果他认为 如果照他的方式会更好 他下一次有机会 他就给你弄错 那你不是更糟糕 那么所以慢慢慢慢 这种东西是要 就是要 你要从更深远的地方去看 就是问题的真结 那有一次 不会一次就看清楚 不会 绝对不会 但是你每次都保持这样的如实 你想要如实之 虽然不完全是如实之 看到的不一定是实相 不一定是真相 但是因为你有求真相的习惯跟方法 他渐渐渐渐 就会看到的都是真相 你一下子就会看到问题的真结 那么多数也不会全部 那么渐渐渐渐你就养成 第一个 冷静思维如实之的习惯 如实之苦就是这里讲的 如实之苦 如实之苦疾 如实之灭苦之道 如实之苦灭 那么浓缩起来 就是阿含经里面讲的 有贪之有贪 无贪之无贪 就是这样 那急就是烦恼 烦恼的代表是贪 有贪之有贪 无贪之无贪 从有贪到无贪之间 他一定要有一个如实之 如实之苦 如实之起 如实之灭苦之道 如实之苦灭 那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运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就是 生活在这个世界 常常会发生问题 这些问题都有它形成的原因 跟机制 你好好去观察 它是怎么形成的 那么既然它是 由各种条件形成的 我们叫做 有因有缘世间集 白话就是 它是由各种条件形成的 那么它一定可以消除 就好像 它既然是各种灵件组合而成的 它一定可以拆 你知道 它不是一体成型的 它是由各种灵件组合而成的 它一定可以把这些灵件 一一的卸掉 一定是可以的 那你只要了解到这个道理 那么顺着这个方法 多用几次 那慢慢慢慢 你就可以很圆满的解决任何的问题 就算这个问题不解决 但是对你来讲就是圆满的 为什么 你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 你不起烦恼 不起烦恼就最圆满 因为你保持着冷静 保持着智慧 看待这个事件 看待一切问题 佛陀也没有办法解决一切的问题 佛陀也没办法 因为有些问题的解决的关键不在他身上 但是他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产生苦 也不会给这个事情不能解决之后 再带来后遗症 带来副作用 不会 那我们当然多多少少会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你养成 我们说过如实知的习惯 知苦 知苦疾 知苦灭到疾 知苦灭 那我们换成我们现在的说法 任何的问题都先观察 这个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 怎么样方法能够圆满的解决这个问题 所谓的圆满不是做到大家皆大欢喜 没办法 没办法 但是 权衡轻重 那么 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圆满 当你甚至从另一个角度看 当你运用冷静跟智慧 没有烦恼的状态 解决这个问题 就算没有解决 就算不如你预期的 它都是圆满 因为 因为你在这其中 增长了戒定慧 那么 这个就是圆满 不断的增长 那个就是如实知苦疾灭到 好 那 今天因为要 要五够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先讲到这里